林口区湖北公共托育中心 今天市长侯友宜进行盛大揭幕仪式 正式启用 而这个公共托育中心 预计收45名0到2岁的婴幼儿 自即日起开始登记到8月7号下午为止 新北市第63家 也是林口区第4家的湖北公共托育中心 在今天正式成立 新北市长侯友宜社会局长张景丽 林口区长刘淑芬 以及极力争取经费的市议员蔡淑君等人 在武师罗鼓声中共同揭幕 侯友宜致辞时表示 他在副市长任内和朱立伦市长推动托育公共化 8年任内已经完成60家 上任市长来这是第三家 预计在今年内要完成10家 谢谢蔡淑金议员 以及我们的湖北的张理长 非常用心 他们日来把这个活动中心的二额做改造 可以多做公共托育 所以从去年就开始规划 今年市政府全力合作 总算第4家的公共托育 在湖北活动中心诞生了 侯友宜市长指出 林口湖北公共托育中心 原是一栋老旧建物 在市府的努力和蔡淑金议员的争取下 改建成新的公共设施 一楼作为市民活动中心和银法俱乐部 以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二楼则作为公共托育中心 包含托英及亲子馆以多功能的全新面貌 献给湖北地区 现场并受到乡亲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在地的议员 以及里长的支持 我们也谢谢周旅市长 来帮我扛起这个责任 来负责照顾小朋友 也要谢谢我们这样在参选的立委 孟凯一直在背后给我们支持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新北市每一个地方 都能够有公共托育的成立 多照顾我们幼小的小朋友们 让我们来过一个安静的行业 林口湖北公共托育中心 预计收拖45名0到2岁 因幼儿自即日起开始登记 自8月7号下午50指 如登记超过收拖名额 将于8月9号办理公开抽签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